快要爆了對不對 保鮮袋 出發好吃多 比較好分裝冷凍的東西 原因也是因為它不用冰 然後裡面有六露 這個尺寸還蠻推薦 這樣子你就分裝好很快 一份就一餐這樣子 比較寬一點的 它不會漏 哈囉大家 快要爆了對不對 因為隨便只要放一個盒子啊 它一個保鮮盒啊就會爆掉 蔬果室 拍攝之前好像沒有整理耶 反正就是最真實就長這樣子 然後買回來的水果 這個保鮮袋 那今天我要去好市多補貨 講一下我的冰箱好了 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家冰箱是黑色的 那時候在買家電的時候 我就一心想要這種三門式的冰箱 礙於說我們家這個裝潢 裝潢的門比較窄 所以能選擇的冰箱比較少 反正最後我就選這一台 其實這樣的冷凍庫沒有很好放 因為它是抽屜式 東西得這樣子放 不然你東西放在最底下 其實很不好找也很不好拿 那再來就是你可能會冰到忘記 那今天我要去好市多 順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保鮮袋 然後這個也是這次要開團的項目 OK那我們先出發好市多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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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推車 這個推車它現在出的新款就是有四個輪子 對大家有興趣在團嗎 因為我其實已經開過兩團了 在想說要不要再開新款團 那可能 如果開這個團的話可能要到明年囉 好 哈囉我到家了我要趕緊和大家分享 不然有些東西是需要冰的 那今天想要分享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家冰箱太小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我去好市多的時候 我會怎樣採買 盡量就是採買一些我覺得比較好分裝冷凍的東西 再來就是一些常溫的食品 這個其實我想買很久了 它是自克克蘭炸蝦就是好市多他們自有品牌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就還蠻小包的啦 應該是冰的像 它裡面長這樣子 就是已經預炸好的 那這個可能是氣炸鍋再加熱過後就可以吃了 感覺還蠻好吃的 我先把這個冷凍起來 再來就是今天的晚餐 今天晚餐我們就要去吃這個 這個是東北酸白菜鍋 對 然後這裡面有些配料就現成了 這個一個要599 對599應該算是不便宜吧 不過可以加一些料 買這個其實就是圖一個方便嘛 它就是幫你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直接下鍋就可以了 這個我趕緊拿去冰 然後我看到這個滷蛋 因為這個我有在冷藏的地方看到 溫心蛋 但是那個需要冷藏 不好去另外一區就發現這個滷蛋 因為它是單獨包裝的 然後不用冰 去露營啊 或者是隨時想要加菜的話 就可以加一顆 那我們家還蠻愛吃蛋的 所以我就買來吃吃看 這個蛋25入裝 275 如果小冰箱的話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 因為它不用冰 再來就是這個半熟麵包 這個半熟麵包 我會買這個 原因也是因為它不用冰嘛 它就是一份一份這樣包裝 比如說我就可以先烤這一份 我就先剪開這一份這樣子 然後單獨的包裝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它總共有24顆 大小當早餐很方便 因為小朋友早餐都吃不開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份量也剛好 可能就可以把它切一半 裡面夾一些蛋啊 或是鮪魚之類的 就可以給小朋友吃了 這個不貴大概139塊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不用冰 不會占據冰箱的空間 再來就是海苔酥 這個海苔酥我們已經購入好幾次了 我在那邊有看到盒裝的那種 那我覺得那個 好像價格也差不多吧 這個日韓味不餓海苔酥399 然後那個箱子裝的一份一份包裝 那個 我再去找截圖 放到這邊給大家看 那個也是300多塊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包裝太多了 它一份就一個包裝 裡面還有一個塑膠盒 所以那有點浪費包裝 再來就是它很大一盒 占據價格空間 所以我還是選擇買這個 這個是小朋友大愛 非常愛吃 做飯糰啊 然後加在飯裡面吃啊 然後那個不愛吃飯的小朋友 可以加這個 小朋友就會吃光光 買了一個青醬菜 就是順便買個65塊 還蠻新鮮的啦 這次有看到小盒包裝的 然後裡面有六露 我覺得這樣子的包裝還蠻方便 比如說露營就可以單獨帶一份出門 很方便 然後也不用另外包裝什麼的 然後這裡面六顆 那據說這個可以放到明年的一月份 它其實還是會有發酵的可能 它還是建議趕快吃完 對 然後如果太酸的話 它就會建議你放火鍋裡面煮 中加泡菜 259 這個中加泡菜本來評價都還不錯 都還蠻好吃的 兩大顆是黃色的 這應該是紅肉吧 外面是看不出來 它這邊有貼這個貼紙 這個貼紙 可能這是紅肉我猜啦 然後這個是 綠色的肉 然後最近我們家小朋友 特愛吃哈密瓜 所以我就買了兩顆回來 很大顆齁 不用佔據冰箱空間的果汁 這果汁裡面有4瓶 然後是100%果汁 不過它是濃縮汁加水 這一份的話349 也是想說它開封之後才需要冷藏 所以我就可以先把其他的放在外面 開封之後再把它冷藏起來 所以這也不會這樣聚到冰箱的空間 我們家的冰箱也沒辦法放太大的 那原本我有一個行動冰箱 要開始去露營了 然後如果裡面冰太多 家裡的失落我就帶不出門了 所以疫情減緩之後 我就沒有再用行動冰箱 再來就是它有點費電 因為它畢竟不是家裡的家庭 它是一個行動冰箱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一級省人員之類的 我就盡量從冰箱裡面擠出空間來 所以我們去廚房 這是我這次買的生鮮 然後來分裝 這個月我要團購的就是保鮮袋 這個size我買了4個 我自己是在大賣場買的 我買了4個我就用得不錯 然後後來廠商就問我要不要開團這個 我就覺得OK啊這個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重複利用 它大小很多選擇 然後這個尺處我還蠻推薦 因為就是像我們家小家庭嘛 然後一次你就可以裝一份一餐的量 然後它的密封效果很好 它不會創味 比如說你解凍之後 它裡面的肉汁流的整個都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好每次團購之前 這東西的優缺點我一樣都會分析給大家聽 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說 自己有沒有適合這個商品 然後你又要不要買 因為我覺得你買回去就是要用的 這也是我覺得用得不錯 才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家一樣是小冰箱 空間不足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的冷凍收納 好是多這種牛 這個形狀的牛肉 這個叫烏骨牛小排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 因為它不會買出來一大份 然後你要分裝好幾次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肉質很好吃 我去我都會買這個 買回來不要洗喔 你洗了之後它有深水 它會容易壞掉 這個我就會分裝兩份到三份 像這樣子就可以超一餐一盤的肉 還有兩條 然後再自己去切就好了 像這樣一份這樣裝 它大小 有沒有剛剛好 它其實可以裝三份 要不要裝三份 那我裝三份好了 這樣子你就分裝好很快 有沒有一份 好很方便 對對對 還剩一顆 其實還有這種尺寸的 有沒有很剛好 這樣子就分裝好了很快 對我喜歡那種比較不囉嗦的事情 然後鮭魚的話我喜歡買這種 然後自己再切一份 因為它就沒有骨頭 小朋友吃比較方便 然後你要煮湯啊 或者是你要煎啊 什麼都很好 好一樣都不要洗喔 整片的這樣 它是很大一份整片的 邊裝邊和大家來分析一下它有缺點 這個是矽膠的 然後所以它可能比較容易染色 那一開始是買這個 後來廠商寄給我各種顏色 然後我有挑了幾個 我覺得顏色比較可愛的顏色 比如說你想海鮮你就用這個顏色 蔬菜什麼的 就自己分類這樣子 我想媽媽應該都會有自己套分類的方式啦 OMG好久喔 其實我沒有記多久 那時候我在大賣場買的 然後現在團購的價格當然多 比我在大賣場還買還便宜 我用它我覺得 我裝肉什麼是沒有特別染到什麼顏色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裝火龍果啊 泡菜啊 那就有機會染色 真的擔心染色 白色染色不好看的話 你就可以選有顏色的 可以放冷凍 然後它也可以耐熱 所以有些人會把它當成那個叫什麼 舒肥的袋子 我覺得它就是還蠻實用的 有時候不適得裝食物啊 像我露營的時候 我有把它拿來裝過的那個餐具 我覺得也很好用 它可以重複利用 然後又夠厚食 然後等一下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 推薦的尺寸 我還有組合幾個我覺得比較實用的尺寸 你看這樣裝裝有沒有很快 那清潔的部分 我是直接這樣子打開一點 這樣打開一點 然後直接套到洗碗機裡面這樣洗 如果你家裡沒有洗碗機的話 你也可以用小蘇打粉 泡一下 這樣子好吃多才買回來 就剛好一份一份 一份就一餐這樣子 我會直立式的這樣子把它冷凍起來 看喔我這裡面本身就 你看我剛剛那個都占滿一半 所以我必須要找比較好的分類方式 那這是我之前買的 像這是凍排骨 這個是豬絞肉 這樣把它鋪平來冷凍 然後要解凍的時候就很方便 今天要煮的 我就先把它拿出來解凍 有沒有你看它湯湯水水 會解凍 你不用擔心它會流出來 正方形的真的還蠻好用的 它尺寸就很剛好 這樣子擺 喔 好 方便很整齊一次就一份 還可以重複利用 肉類的東西用軟的保鮮袋 比用盒子還省空間 然後這一半部 就是一些差一半的 我不太敢買就是因為 你看 佔滿了空間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看就很舒服 很療癒有沒有 這樣有些紅蘿蔔啊 然後番茄啊 香菇啊 它們的包裝 我們每次拆包裝的時候 不會每次都把它用掉 都會剩一些料 那包裝試了破爛之後 你又沒辦法重複利用 然後你就可以 用這個比較寬一點的 像這個比較寬一點 它在佔佔帶 我覺得這個佔佔帶我也蠻推薦 因為它可以 裝比較大的東西 切一半的高麗菜 番茄還有這個小尺寸的 這個也都很好用 最大的還有這種的 可以裝水果 像這個原本就有包裝啊 它就是持續在用 有需要的話再用這個就真的很方便 好 我覺得有幾個尺寸也蠻好用 像這個大小 沾沾帶 沾沾帶就是有點空間 然後這是大的 這是小的 然後密封效果很好 它可能買起來不便宜啦 你可以先買幾個回家用用看 用不錯 在可能看大家狀況 我在開第二團之類的 覺得它還蠻好用 所以值得回購啦 大的長方形 你看這個我拿來裝去露營的餐具 很方便 這邊都打開來 裡面就可以放了東西 有些小baby 他出門還要餵副食品 然後你可能還要帶圍兜兜啊 然後帶小湯匙啊 食物剪刀啊 你也可以買這個長的 因為這長的就全部收進去 好 講了那麼多優點 再來講它的缺點 因為它這個密封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導致於它有時候會不好開 就是你需要有點 找它那個技巧 這個還好 對有時候你要找那個技巧 冷凍的時候就有點難開了 這樣 爆開 但是它真的做得很厚 我之前好像看過什麼環保達人 他會買這個 因為它耐熱嘛 他買這個就裝湯麵 然後就直接這樣帶回家吃 我把它全部密封起來 它不會露 它就是不會露水 所以它的密封效果是真的很好 然後你看 你當然不要去擠它啦 但是就是這樣子它是OK的 有沒有看到 它是OK的 就是因為密封效果很好 所以有時候你要拔的時候要有點 找那個方向 這可以不用另外再洗 它生菜的量好多喔 它生菜的量好多喔 這邊還有也是今天在好吃多買的青菜 還蠻新鮮的耶 還有時間我先吃一點 我覺得他們湯頭我是喜歡的 因為它酸度剛剛好 不會太酸 湯頭也很有味道 然後裡面這個菜都切碎碎 所以蠻好入口的 冬天來一鍋應該還不錯 這肉啊如果無花肉太油 又怕吃了太多油脂 然後有太瘦又不好吃 其實酸菜白肉鍋就是要有一點肥肉 肥肉長板這樣 我覺得它的肉是OK 油不會太多 然後瘦肉部分佔比較多 這樣剛剛好 冬天說真的剛好非常舒服 非常多 我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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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